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做过服务行业的人都知道微笑是第一法则 不管面对多么难缠的客人 自己永远都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态度 而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样一部短片 清晨,小美终于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了地铁站内 她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 做着一份收入不太高的工作 虽然很辛苦 但是小美从来没有抱怨过 她的工作就是站在街边的售卖机里 微笑着为每个投币的客人服务 大家上的人来来往往 这时候一个穿着凋皮大衣的贵妇人 打着电话来到了小美的收获机前 她投下一枚硬币 点击了一下咖啡的按钮 随后小美迅速变换了一身衣服 开始给贵妇制作咖啡 在此过程中 她不小心打翻了杯子 咖啡撒得满桌都是 贵妇轻蔑地看了一眼 小美很是尴尬 急忙收拾好 重新又做了一杯 而此时的贵妇只顾着打电话 马起咖啡就喝了起来 结果就被烫到了嘴 她很生气地对小美破口大骂 口中的脏话 有如一把把锋里的小刀 深深刺痛着小美的心 可尽管遭到如此不堪的辱骂 小美脸上依旧保持着微笑 贵妇走后 又来了一位脱头大叔 她看起来就十分猥琐的样子 果然一抱通电话 就是满嘴的乌言会语 那一句难听的话语 就像是一阵浓烟 将小美紧紧包围住 让她喘不过气来 终于杜杜大叔倾诉完后离开了 而此时已经天色已晚 这时候小美又迎来了一位 西装革履的男人 她看似蚊子蜜蜜的样子 但一开口就露出了自己丑恶的嘴脸 男人点了一杯红酒 一眼而尽 随着越喝越多 她开始对小美动手动脚 甚至说一些肮脏的话语 小美觉得自己像是掉进了酒海里 被男人狠狠地扼住了喉咙 她想挣脱 却根本无能为力 直到男人喝尽信后 她才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在下班回家路上 小美路过一台售货机 她看着自己倒影在玻璃上的微笑 抖下了一枚硬币 纵然这世界充满了恶意 她还是得微笑地生活下去啊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这部短片 小烈真心感觉很心酸 服务人员也是人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将心比心 毕竟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都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